那別說不行啊 旁邊話說是什麼回事 然後教導老師也會做同學少生一點 孩子玩笑 啪啪炸的還可以驗帥 整班人被我弄得人心惶惶 我告訴大家 當年我是怎麼考上台大的 其實我大學的時候呢 其實成績非常的差 當年要考台大是不可能考得上 但是我又去報了那個 很多的補習班都是那個什麼 氣研鎖的啦 雙研鎖的啦 因為補習班就會這樣很見 你不知道要選什麼 啊好亮男喔 不知道選什麼 啊你念什麼呢 念經濟 不然你要想念經濟 繼續念下去嗎 不要 人家想考研究準備 我跟你講 氣管 到最後所有的人都來考氣管 就沒有人考得上了 當時買了台大簡章了 想說要不要報名 買了簡章 又想說 你一定要報嗎 你一定不會上啊 翻前面 台大國企 國企 陸習人是幾個 是幾個 跟報告人數報多啊 而且多精英啊 白癡誰啊 我聽不過 知識是米飯 台大商業也一樣 到處啊 沒什麼可以考了 可是很少人像我 到辦到最後 第一個 歧視 各位要堅持到底 秉持客家人的心態 既然都買了簡章了 就翻完了 人家花那麼多時間 做好簡章 搞不好 最後有彩蛋嘛 對 我當時想完就這樣 我就翻翻翻 翻完 就最後 真的讓我看到彩蛋了 最後有一個我可以考 台大醫管所 秉組 然後考這個統計 經濟 跟這個 管理學 哎呦 這我都不行不到 而且他只取什麼 兩名 可我這個一定要報 為什麼 如果你沒考上 你就可以跟 渣人說 啊 我是第三名 而且兩名 太難了 對不對 後來我真的就報這個 說 為什麼 因為哦 你試想一個邏輯 強者一定報台大商言 跟國旗 他們不會翻到最後 他們不需要去 這個什麼什麼小索 同一點高啊 對不對 我怎麼拼過這些強者呢 可是 像我一樣 見證到後面的 一定是這種 偷雞分子 而且我看呢 前幾年的報名人數 大概五六十個人 雖然只是陸續兩名 陸續還是很低啊 百分之四一樣 各位想想不一樣耶 你要幹掉的是 一般跟你一樣 蠻肺的人 那個就很有機會啊 你如果報台大商言 哇賽 斬動 在男生的尿尿 雄公子是超常的敵人 你知道嗎 再加我報名我比較長 我一定輸給他們的 所以呢 真的 那個時候 我覺得就是報這個 趕快有機會上 好 告訴大家 當天的真實狀況是什麼 我適合多年了 反正應該 法律追溯權已經過去了 但是那時候沒有辦法 我真的靠自己的實力做 當天一開始先睡飽吃飽 因為我一定不會考上 所以呢 我就要有一種 整個好的完美狀態 那天先走先走 而且你想想看 全班職取兩位 你要先有個心理建設室 一個就是我 那我來看看另外一位是誰 然後那個態度就有點不一樣了 對不對 然後更重要一件事情 大家是不是 考前會溫輸對不對 還會發生臨時抱佛腳 我們自己不知道補習慧老師 覺得這個一定我考不上 當天我們要幹嘛 影響考生心情 才是最重要的 對不對 你目標不是自己考上 是要讓別人考不好 這才是王道 而且我只要搞定 這一班就可以了 因為只有這麼多人報名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 精神上面就要想辦法贏過他們 第二個部分呢 接下來 我要問書 可是我問什麼書呢 我跟各位報告 你那時候如果翻那個參考書 都是白的哦 就訓掉了嘛 你準備重考吧 我就光畫上場 買那種快要散掉的書 然後筆記做到爛的書 那個管理學徐世君出的 哇 一翻會散掉的那種書 你知道嗎 就拿那個給人家看 你看 哇 學長念多久 你都白白的 你看看 你看看 都快散了 都快散了 他們一下子 哇 怎麼跟他拼呢 然後接下來 考前呢 你就隨意翻翻 隨意翻翻 然後那天 我還找說服我們一個朋友 跟我一起去報告 因為我看起來說 他有機率 雖然很低 可是都是音訊很廢的人啊 就兩名 你跟我就這樣 他也就進來了 你知道嗎 那位真的是幫我很大的忙 因為那天我就先講 好 我說反正我也贏過別人 我要做心理戰 所以呢 好 每次考試進去之前 我們兩個就會說 我跟你講 這題會考 絕對 而且第一天 那個一開始考是統計 統計我超不會的嘛 所以一定要用這招 就打電話說 這題絕對會考 而且我跟你講 如果沒考 我頭都在給你當足球踢 他說真的假的 真的 老師都會考 而且哦 他就說 那是哪一張哦 就是這個第八張呢 最關鍵的地方 就要消音 然後期待 完全干擾他們那個時候 黃金的最後的那個溫數時間 然後這個時候 他們就想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這個時候 他們已經心裡在想 他們兩個真的知道考題嗎 然後一進去的時候 考題不是已經放在上面了嗎 對 抓起來以後 抓起來有一個非常尷尬的那個 可能可以稀稀素素的時間 對 一坐下來以後 我們一翻翻考題 我馬上哦 就跟蕊豪的一樣 看我那個同學 一翻開 我說 是不是 他說 然後其他人全部都刷到影響 他們怎麼知道呢 你看看 哇 然後接下來囉 才是硬猛夫 為什麼 因為不會寫嘛 接下來怎麼辦 不是跟他拼了 絕對贏不過了啊 這時候 你一定要趕快寫啊 因為你的預算立場 是支持你 我知道 所以呢 別人還在看題目的時候 我把他拿筆了 碎就開始寫 我根本不知道 他在寫什麼 你知道嗎 就先裝忙 反正沒問題 沒問題看得懂的 就先裝忙 啪啪啪啪 就開始算了 就這樣 然後正經位 都說到影響 他真的會嗎 提供他的神術 他一定是猜對 哇 太厲害了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在寫什麼 然後接下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考場很多規則 有些人沒有看清楚 準管之後後面都會寫 對不對 就像我看完簡章一樣 有些那個時候 內地的狀況是怎樣 警官老師又說 同學等一下 這是工作用計算機 不能帶 因為那個工作用計算機 可能可以寄那個公司 然後你知道嗎 他一收走 我們就看到那個女的 一臉慘白臉 很明顯 他統計如果沒有工作用計算 他可能不會 對不對 他這個就完蛋了 知道嗎 我想 一定沒有看完那個簡章 沒有說的 那時候我拿出我的自身法寶 四個多年 我敢講出來了 那個絕對沒有違法 而且上面說可以用 計算機不行 那位 公司的計算機 我拿算盤 反正我也不會行 那別說不行啊 中國傳統記憶耶 我拿出我 我給你洗它 我把他 hearings 旁邊 花生生什麼 完食后 然後教老師 他就說 對小聲一點 開什麼玩笑 還可以驗 旁邊一些心想 這有辦法開更號嗎 我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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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叔叔有練過 然後那脈 我現在開始狂喜 謝謝謝 以後還要打 立刻板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麼 他就補掉 在這 哇 他說好忙你知道嗎 那 哇,他真會 我整班一定會被我弄得人心惶惶 反正我對落就是統計 一開始就用大決就這樣 一部寫公司開始說 為什麼要出這題呢 這題的本質是什麼呢 反正我每一個科目都管理學的態度去寫 你知道嗎 反正聽誠意管他的 然後玉琳老師覺得OK 反正記得好厲害的感覺 到最後就真的上台大 這是真的,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四個多年,反正我現在可以講了 好,OK 只有那一般的人會告我而已 沒得告 你阿公宅不死嗎 我不要先走 阿公,你幫你給你 去幫我照顧他 好 那我自己是客家人 客家人 客家人叫葉子阿公 這個男人就叫阿婆 叫阿婆 我阿公是屬於那種 很傳統的客家人 都用非語言跟我們溝通的 什麼意思呢 他都不會有話直說 都是 就這樣子 我們就大概知道 燈是在不爽的 就這樣 然後後來我媽媽就完全 集成這件事情 對,跟我互動也是這樣子 對不對 考了張分數 你也敢 你 齁 大家都不知道 本來就是 考不好的意思 後面也都聽不到 就這樣 那也因為這樣呢 通常 我爺爺也有什麼苦 然後地方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自己的心情 哪個不好 可是你就胖出來 那因為那時候 我是張智掌純 所以爺爺其實非常疼我 那所以每次我們就問說 阿公 你怎麼 就是身體怎麼樣 都沒有事情 沒有事情 就是沒事 OK 然後到我高中的時候 爺爺就突然之間 急性肺炎 住進了交互病房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也就嚇一跳 只是急性肺炎而已 那邊沒什麼 怎麼會突然就住 交互病房的呢 那時候又回到家 家就一個字條說 趕快來 張醫院 阿公 就在交互病房 就這樣 然後就 趕快趕快回去嘛 趕快回去完後 接下來就看到我爸爸的表情 反而就是非常凝重 那那個時候呢 我們也不能馬上進去看望 因為那個小廟是 十年一到才可以進去的這樣 那時候我來去之前 我就還看到 這個醫生的護士 有些人會 就是會先說 待會家屬 魚關進去 然後保持安靜就這樣 我爸那時候一直跟我講 大尉 你以前跟你說 看著你阿公 看著你阿公 你會念的 你會認不得 因為可能是茶飯館 是這樣子 但是 不要問 不要問 你對你阿公 那就你阿公就對你 這不是很合理嗎 不認得 然後卻說那就是阿公 這我一定會要問的 好 就說這樣子 OK 然後還有 毛丘 就不要哭 就這樣子 丘阿公 因為會不會覺得 好像就是這個 就是他很嚴重的感覺對不對 我覺得這很奇怪的心情 就是第一 不一定找得到阿公 是不是 沒有 他第二個又不能哭了解嗎 好 但是你知道 那氣氛第一次在跟我們哭 就很緊張這樣子 那每一看 我們就出去了這樣 那我還撐得住 其他不管是我阿婆 或是說我們妹 女生就一看到就 就在哭了這樣子 一直就 就在哭了 結果我怕說 還不是啦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可以理解 一看到 都長一樣 都是插門館子 然後 然後 一天各位走過去 然後我想 我原來不是 我差一點哭了 就撐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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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一個不是一個兩巫子 然後到最後 到了市裡 然後我爸也說 這個 你不得了 都不得了 公公 不是 你一定提示都沒有 我哪知道 然後就才 哇 就真的說 插門館子這樣子 但是那個時候意思還是清楚的啦 就大概也知道 我們那個時候已經不太能夠 講話插門館子 OK 然後開始 然後後來我就聽不懂什麼意思 對啊 可是那表情就是 就這樣 然後我爸就說 過來是夫子 被翻譯就是 他就說某事情 對 聽著懂耶 夫子就聽著懂 這樣沒事情就這樣 我就覺得 不舒服啊 我想講啊 可是他也說是沒事情 他就沒事情就這樣 然後等到最後一次 我去見過阿翁的時候 那個時候當然不知道 最後一次 因為那個機會 上已經沒有什麼 太多意思 就這樣子了 然後我就跟阿翁講說 阿翁 你有什麼話要跟我們說 就這樣 好 然後當初我阿翁就 就好像 意思就是這樣 他字皮都感覺對了 對不對 他那個字其實看不到懂 可是那個字上面就寫 我今天清楚楚楚 記得了 他上面就寫 沒事 所以這個給我一個 很深一個提醒是 男人有時候說沒事 其實未必是 真的沒事 這一點呢 我就很明顯可以從我 阿翁身上感覺得出來 如果阿翁看到我 阿翁這麼快就走了以後 哇 他好擔心喔 他每天說 哎唷 我還沒死喔 我被死了 好愛一個人就慘喔 下一個就慘喔 來照顧我 要照顧我 哇好可怕喔 你知道嗎 因為他覺得 其實完蛋了他死定了 他用苦又一直說 一直說著人啊 哇弄到最後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 我高二的時候 阿翁離開我就這樣子 我阿婆大概 還不到70歲 後來呢 他每年每天都在說 哇 還沒死喔 下一個沒到我 然後看新聞 哎唷好恐怖喔 好可惜喔 後來他還活到90歲 完全沒有說到做到欸 哇 我們整個幾個家庭 都快要瘋掉了 你知道嗎 我阿婆已經做到的就是 就是到哪一家 直接去居住 然後呢 我還來快說 念什麼媽什麼 也看不慣 這個媳婦之類的 然後我媽就是那種 很熱鬧的意願呢 就是什麼事情 全部都扛著這種人 就這樣 但是呢 就一樣 反過來變成 我媽反正什麼都不說 什麼苦都不說 所以就一直做 一直做 有一次我阿婆又那邊說 唉唷 沒人家在外面 不僵 沒人家在外面 沒人家在外面 那我媽還在跑 那種事情 我媽跟我說 那是誰 這樣過來 我說媽 有什麼幫忙的嗎 她說 我跟你講 你阿婆再不死喔 我要先走 我要交代你一點事情 我都每次都那麼相信他 然後今年一定會走 結果沒有 所以我發現當我媽媽也老的時候 就發現 哇 女性的求生醫生很強大 說真的是真的有點受不了 然後有一天聽到他們大人就會討論 討論說要把我阿婆收到安養院去 事實上那個時候我念醫救出 念醫管我是反對的 但是我也無權作主 那時候去的時候其實自己是很捨不得的 但是後來 各位報告 人的求生醫師不要小看 太強大了 沒事的就是我們會講一句就有電話打來了 安養中心就說 你媽媽怎麼樣 說什麼 就說怎麼沒人去看他 我們每天都有排班去看他 你知道嗎 可是才有一天有個完蛋 啊 誰不在了 怎麼會死啊 好可怕喔 哇 造成對方很大的困擾 你知道嗎 就是一個醫護人員 他告訴我說 你阿婆真的是厲害 沒有看真相智慧 他就是很照顧自己身體健康 所以才會一直按那個鈕 那我就說 他就對不起我一直給你們造成很大的困擾 這樣 不會不會啦 我們後來就當作是復健 所以呢 我們後來就把你阿婆的那個傳聞的移到 就是那個另外一次 對啊 我阿婆因為半邊中佛 所以這邊已經沒有辦法舉起來了 所以到最後呢 事實上就是他們也不會 一直被那個鈴聲吵到 知道嗎 然後我阿婆每次就 然後呢 走之前 還在一起點名 誰要到誰要到誰要到就這樣 然後我們好幾個還要從國外都回來 都被著急回來說 再度又不多 回了幾天啊 或者是說 我要說話說完話就要走了 沒有啊 沒有說完了一天啊 都放完暑假了 然後再回去呢 然後到最後已經 一直每次蘇病為同事什麼時候 大家也沒辦法馬上就回來 就這樣 他已經沒有辦法說什麼話了 可是他就是 眼睛就要看到人就對了 一個樣的天明就這樣 然後 這是我第一次 這麼跟我阿婆說 可是也是最後一次跟她說話的 我就是在她邊旁邊 然後我就跟家族要求說 我想要單獨跟我阿婆相處一下 就這樣 接著她的時候說 阿婆 我就說 好了啦 就是我們都很愛你 我們都在你身邊 OK 不要開心害怕 那邊有很多人 阿公忙在那邊 我爺爺在那邊 還等你等了好久 去幫我照顧她 好不好 因為我阿婆最喜歡幫我